兩拔一中 搶到籃板之後放進沒有問題喔 來自的是洪橋雲 男士將球雲放上場 這邊走底線 是 這時候單刀直入 上籃得分沒有問題喔 在這邊又出現了失誤 北投國小上籃得分 中距離的跳投投進 目前男士這邊比較大的問題 是沒辦法把球運過半場 一個很漂亮的倒穿喔 小組配合這一球放進沒有問題喔 可以到外圍再次來嗎 這個歐洲布 球員今天可以互相幫忙 就不要讓後衛一直 單獨拿球然後自己過半場 哇 又被截擊喔 那這邊是一打二嗎 自己來 單刀直入 上籃得分沒有問題喔 來自的是背號17號喔 傳出來 中距離出手 哇 剛好壓手 相當的厲害喔 哇 這個上籃得分是沒有問題喔 這球彈了一下出來 給他外圍 再次出手 中距離 有點遠不過是投進沒有問題喔 來自的是北投國小 背號13號的黃雨昕 這邊45度角出手 哇 相當厲害喔 這邊稍微聊到一下喔 在男士國小他們是屬於社團性質喔 那其實只有每天的 這一球又是發生一個傳球失誤喔 那籃下是一打三 不過速度夠快 上籃得分沒有問題喔 我們這邊可以發現喔 北投國小每一名球員 在飛罐用手的使用上面都是非常順手的 沒錯 再一個這一球是沒有問題喔 這一球單刀子路上籃沒問題喔 哇 空球會為一個人的事情 所以 多互相幫忙 是沒錯 那這時候又被北投打了一波反快攻喔 那球員這個在場上綁攜帶 但是卻沒有叫暫停的行為 是相當危險的喔 是 這邊要是發生一個運球失誤 單刀子路嗎 哇 11號的陳柔安 那其實 這邊在個勾射 可惜了一點 發生一個掉球失誤 這個小拋頭是 選擇打內線 都不準 這邊給了一個內線 再一個轉身 插板得分 沒有問題喔 這邊左手 勾射 這邊選擇傳個隊友 一個空檔 插板得分 沒有問題喔 在這邊又出現一個失誤喔 這個盧山神龍霸 在最終台北北投是以七十七比零 擊敗了桃園男士喔 你聽到個場景 是個小招呼 為個小招呼 就是 只需要